哈喽 我是Eric 你好 今天又来跟你们分享 我相信好多人都有看到 这样的影片的时候都会在想 这个人一直在讲投资 到底他有多厉害 其实 我不是你们想象中这么厉害 会投资的人 我只会分享而已 McDonald 现在好多人都知道 其实McDonald是卖 什么的 他的投资是什么来的 汉堡包吗 Hamburger 一讲到McDonald就是讲到Big Mac Big Mac Fries and Coke 所以呢 每次你叫了一个Big Mac meal 你一定会有一个Fries Coca Cola 可是你知不知道McDonald的投资 是在哪里呢 他的资金是这么厉害 他的投资在这么厉害到 你知不知道 你买房地产 你卖产业 他也卖产业 就是他的那个店的那个land 你要给钱的哦 他是有钱进来的哦 那么 他的Big Mac come along with 这个东西叫做 Coke 那么 Coca Cola 给他多少钱 你知不知道 那么他真正是卖Big Mac赚钱起家的吗 其实不是 所以好多投资者呢 很多时候 都好像说 我炒股票 我买黄金 买原油 买做外汇 都是因为这些我是真正的可以在这方面赚钱 其实每一套 每一套 投资 根本都不是因为他 你才是 你就会变得有钱 应该这样讲 真正的 你的投资呢 不在于这些东西 而是你自己的心态 无论你投资什么东西 像McDonald McDonald他卖的是Big Mac 赚钱的吗 或者赚最多钱的是他的 Property Coke给的钱啊 对不对 那么呢 他的平台嘛 对不对 就是Big Mac 所以你自己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的话呢 我要告诉你的东西就是 你认为说 是股票让你赚钱的吗 是投资放资产让你赚钱的吗 是炒外汇让你赚钱的吗 我说不是 我本身我会认为说 其实真正让你赚钱的东西 不是这些东西啊 是什么东西吧 你要懂吧 是你自己啊 是你自己的心态啊 是你的技术啊 你的科学啊 这些东西才是真的让你赚钱的 所以 不是 你投资什么 那个东西就是很厉害的可以让你赚钱 而是 你有没有找到对的老师啊 你有没有遇到 对的老师给你正确的这个技术啊 适合你的技术 然后 适合你的投资理念 然后 让你投资的时候呢 可以得心应手 当然 学习的时候一定很难的对不对 不容易的对不对 不过呢 始终还是要学 始终还是要面对学习的过程 那么 真正在投资里面 你想想看说 你在这个投资市场里面的时候啊 你觉得说 在这些 工程里面 让你去投资的时候 你真的赚钱 真的赚很多钱 所以这些东西也厉害嘛 我告诉你 好多的老师们啊 我看到的那些 投资都做得很好的佼佼者 他们呢 只要是去到股票 他们会赚钱 他们去到外汇 他们会赚钱 他们买黄金 白银 原油都好 都会赚钱 房地产会赚钱 为什么 不管去到哪一套 他们都会赚钱 所以你说 是不是那一个东西给你赚钱呢 还是 那个人呢 当然是那个人啦 因为他有了知识 他有了心态 有了正确的想法 又会做出规划 那么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才是真正的佼佼者 无论他去到哪一个投资的项目里面 他都有办法分析 然后呢 又有办法 做出最明确的决定 做好规划 才决定要不要投资 一旦他决定要投资的话 就是肯定会赚钱 好多人都应该有看过 比如说 看电影啊 哈哈 看联系剧啦 都有这种 眼睛胜手的人 对不对 所以 这些呢 他们都会学说 这个人买股票啦 他一出售 你就一定要跟他买 就好像 Mr. Warren Buffett 对不对 那么呢 他一开始买 哪一家公司 每个人都充去买 那家公司的股票 为什么 不是那家公司有钱的呢 是这个人呢 他说买 每个人就跟着买 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呢 因为这个人很厉害嘛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人呢 才是那个 投资里面的佼佼者 那么呢 你在投资的时候 不要说 黄金不好啦 股票不好 只有外汇好 No It's not like this 不是这样的 是你 只要你把自己搞好来的时候呢 这边搞好 这边搞好的话 这边再搞好的话呢 哪里都可以赚钱的 因为 你只要再学一下 新的投资项目的东西 投资 The New Investment Instruments 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新的东西里赚钱了 因为你已经具备了 作为一个投资者的基本条件 那么 那些基本条件 真的是可以赚很多钱 比如说好像有些人也是会看着说 呃 当我在做投资的时候 我要买房地产 我要买股票 我要跟 我要怎么买 我要买最便宜 卖的最高 嗯 当然每个人都想要 可是价钱最低的时候 那个是最低吗 你确定它是最低的价钱吗 真的是最低吗 不一定哦 可能不是最低的价钱 你看到现在好 很低啊 可是 你要进场了 可是还可以更低啊 是不是这样讲 诶 那价格很高了 我不要进场啊 它可能更高啊 是不是这样讲 所以啊 你的这个投资的这些知识 就一定要会有 不然的话 什么都不能赚钱的啊 把钱放到你面前 可是你这边不对 你什么都不能赚啊 所以啊 在这里面 投资啊 不是说看哪一方面 是看你自己 所以学习的时候 心态的 这些都是要搞好来 技术 也不是说 学多多 赚多多 没有这回事的 学多 只是让你在不同的 这个 市场里面的变动 可以让你 运用不同的策略 去保护着你的本金 OK 好不好 好啦 我就不跟你说多了 因为啊 说多了 等下越听 你就越想睡觉 哈哈哈 我不知道会不会 如果不会的话 记得帮我分享出去哦 OK 好我是Eric 下次再见 拜拜